Leo聊世紀 天星路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今天要來看 一首比亞人對上緬甸人 這一場比賽是Devil的類似四湖的比賽 OK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 是雙TC開局 雙TC開局流程也會大大不同 這邊可以看到ACCM 越南第一玩家是選擇了先發支部 早期開戰的意思 緬甸人Hera這邊是沒有先補支部嗎 唉唷 這邊支部也是有先補 兩邊都對雙TC開局的流程 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想法 通常這邊開支部的話 前前去維加打架 因為對方有雙肉馬的關係 不太容易會被兩隻肉馬給抓掉 在這個支部上 還是早點上會比較安心一點 好 那為什麼這張類似像四湖呢 越南這個滿藍四湖都在角落 現在這個四湖變成左右上下 都是有各一塊 比這個四湖還要大的這個湖 那這個湖呢一樣是可以補魚的 那每個湖池呢 大約可以採到 大概兩三千肉 大概快要三千肉 因為還要加這個海濱魚群 快要三千肉的樣子 所以如果一條一個湖裡面 可以把所有的魚吃完三千肉 是可以很補正這個經濟的 所以前期的經濟配置 每一萬應該是會補到一個石墓 補到一個石墓 然後下一個雙碼頭 這邊下一個 這裡下一個 然後補一個海濱魚群 去開始擴展自己的經濟優勢 Hera這邊是先行補下了 這一個碼頭 左邊有個小打鬥 看一下 這個小打鬥讓Hera這裡稍微有點優勢 擊殺掉了一隻肉馬 但是兩隻肉馬的血量有點慘 這裡要高打低嗎 還是要回頭 不打 這裡不想要讓ACCM回頭收掉這一隻肉馬 所以兩隻肉馬一直在跑 趕快跑到TC裡 好 這兩隻肉馬又活了下來 那前期Hera是沒有先去補肉的 結果這隻肉馬還是被敲掉了 哇尷尬 那為什麼不補肉呢 是因為要先穩住這個木頭量 先讓自己的魚尺 可以正常的按魚船 所以前期肉不會補太多 反而是會先去採木頭 採多一點 雙TC 只要TC不斷肉 基本上就可以補這個木頭補到爽 然後趕快去補這個碼頭 那ACCM這邊也是有補這個魚尺 但是並沒有去補到雙碼頭 那Hera這邊雙碼頭 現在也補下了 那這邊補有個細節 可以稍微講一下 就是要補的話一定要先補這個鮭魚群 比較大的魚 小魚群跟大魚群的補魚效率是不一樣的 尤其是這個大魚群補的效率特別快 那稍微講一下Hera這個文明的特色 Hera這個文明的特色是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而且大象的防護力是毛象復裡面最高的 那冥甸人還有這個飛鏢騎兵 我們俗稱的團戰之鬼 那飛鏢騎兵打單挑來說是蠻強的單位 但是很害怕工兵 剛好伊索比亞人又是工兵特化的文明 所以整體來看Hera這邊是要拿到優勢 其實是有點稍微困難的 那冥甸人的步兵攻擊力是非常高的 不管是槍兵還是民兵 傷害都是會隨時時代加一點攻擊力的 所以後期也可以考慮轉步兵配大洛馬 還有飛鏢騎兵或是大象或是森旅的組合 尤其他的森旅是有半價科技的效果 所以緬甸人中期 這個城堡時代中期 打這個森旅豹配洛馬或是配大象 都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Hera這邊是選擇 五三村點上封建時代 然後趕快補下雙火戰船了 雙火戰船趕快出漁船 火戰船趕快按 這裡火戰船趕快按 那馬頭呢繼續按這個魚池 這個魚池應該是不能再繼續按了 再按下去的話火戰船很難補 但是AC實驗這裡只按了五艘魚船 所以應該不會損失太多 這時候AC實驗才看到這裡居然是有雙馬頭 這應該傻眼了 中間部分大家都是想要走一個捕魚開農 但是這裡有大動作囉 ACCM這裡似乎想要做點事情 好 直層來這邊蓋堡 先把第一根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那這裡要趕快上大石牆 還有趕快去補一下這裡的房子 這裡房子後面也要補石牆喔 不然房子很容易也被打破 好這裡石牆好像還是能蓋起來 但是中間有個洞 完了 這個洞有點危險 但是還是要優先打房子 因為房子這裡比較容易被射掉 而且還可以用這個彎刀勇士去輸出 馬上就有個破口出來了 好 Hera這邊為了省村 結果省出了洞來啊 彎刀勇士一出來馬上登場 第一個TC已經被控住 這裡花了大費非常多的村民喔 去圍這個家 反而圍到自己有點頭破血流 好 下方的漁池 Hera的漁船也開始被騷擾到了 已經沒有辦法正常捕魚 但是兩邊都是一樣喔 那現在Hera在對手交易的漁池是正常的 趕快在這邊補一下漁船 補一下經濟 好 這裡彎刀勒士繼續往前推進 那Hera這邊要打彎刀的話 出飛鏢騎兵 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原來本身緬甸人的喔 弓兵鎧甲是非常薄弱的 所以他的飛鏢騎兵是很害怕箭矢的 即使這邊出了弓兵喔 也沒有辦法延續這個弓兵的優勢 所以用飛鏢去打彎刀 是一個最正確的選項 好 那彎刀王室呢 是玻璃大砲的步兵單位喔 攻擊力極高啊 防律極差血量也極少 所以只要被他摸到就會很虧喔 所以遇到這種單位呢 只要在他摸到之前 先解決掉他 所以用這種可以打彎跑的單位 是非常適合的 還有這邊直接一個樹帝王 準備來神帝王 1分30秒時間 馬上就要升上去 兩邊的節奏打得非常快 但是還是打偏濃的喔 並沒有一個大開戰的一個跡象 所以我們前面就稍微看過 上方的話是沒有太多的打鬥在了 好但左邊AC之間 重新考慮捕魚 但主要的肉類來源呢 還是在這個農田上了 好 HERA這邊也把自己的魚屎給拿回來了 這裡馬頭可以考慮再去按這個魚船了 好 中間補下了巨型頭11 準備要來進攻了 沒有太多時間放在魚船身上 結果這裡有一坨飛鏢奇兵 就這樣衝進來了 好 伊索比亞人 這邊開始補攻擊 這個工兵單位的科技了 一級射還有這個手推車 前程科技 好遊戲時間來到23分鐘 23分鐘兩邊打的算是節奏偏慢 HERA這邊是除了巨型頭司機 但是看到這邊是三層城牆 還要繼續拆嗎 還是要找個地方繼續督 還是要轉衝車呢 這都是一個極難的問題啊 那沒想到ACCN直接選擇了一個不交流的打法 大石牆圍了好幾層啊 完全就是不想給對方有機會嗎 但ACCN這個大石牆策略有沒有用呢 HERA這邊是補下了手 這個輪軸技術 化學 那伊索比亞人這裡也下了二級射 化學也補了 這裡應該還是要轉個弩兵 待會要轉一下強奴出來 強奴打飛鏢奇兵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好 這裡巨型頭司機趕快出來 架起來輸出 但是HERA這邊已經有四台巨型頭司機了 這個吉時架起來好像也很難反打回去 完了 ACCN的城堡應該是修不回來 這個巨型頭司機太多喔 五巨頭啊 好 ACCN現在只能靠著自己的弩兵反擊飛鏢 現在飛鏢要打贏 是還有機會的 這裡一定要用閃陣喔 好 這邊上高地 先上去 村民直接拿拳套開扁這些飛鏢奇兵 但是飛鏢奇兵實在太害怕箭矢傷害了 數量也是掉得很快 好 飛鏢奇兵果然還是解掉了工兵 但是工兵單位已經也解掉非常多的飛鏢了 好 OK 飛鏢飛鏢繼續解 我們繼續出 剩下兩隻 這裡繼續修 有機會修回來嗎 這裡飛鏢奇兵已經抓到了非常多隻的村民了 好 HERA這邊是有稍微拿到一些村民沙底喔 看到這邊支援 兩邊支援量差不多 但是HERA的沙底數來到了16層 好 兩邊巨頭大戰 但是一台巨型投石機怎麼跟五台打 那為什麼這裡不解掉呢 這邊有可能一解掉就會被巨型投石機給秒殺喔 只要在解除狀態的時候被砸到就是一發必命了 所以ACCN這邊寧願先轉出火炮 再來反擊這個巨型投石機 好 那現在可能要換HERA這裡要先趕快轉火炮出來 才可以反擊了 這裡現在巨頭是變成一個火把子狀態了 好 下方這裡的洞已經燒出來了 下方的聖旅也沒有時間去招搶這些火戰船 好 正面的巨型投石機還在反擊 ACCN這邊控火炮跟扣村民 控到手術不太夠了 最後自己的火炮被巨型投石機給砸掉了 這台巨型投石機能夠活下來嗎 可以 哇 這個臨時走掉了 ACCN1打5巨頭順利成功了 算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好 遊戲時間來到28分鐘 兩邊的打法算是很濃很濃的打法了 那緬甸人遇到這個情況 可以考慮要不要直接鬼轉大後期 這邊再農一些村民 然後農到150村 待會再轉出大洛馬 跟這個飛鏢騎兵大量還有火炮作為進攻手段 那ACCN如果這邊是轉槍弩的話 緬甸人這邊可以考慮轉大象 緬甸人的大象 我記得升級防禦完之後 怎麼打就是2滴還是3滴的樣子 所以槍弩來說是很害怕緬甸人的大象的 好 來看一下 緬甸人這裡是點下的騎兵鎧甲 難道是真的要轉大象嗎 還是要轉弱馬呢 好 緬甸人打工兵的話也可以轉弱馬虛打 因為他的騎兵單位 打工兵單位額外傷害加成 好 這邊工兵一直在上方 繼續用這個高打低的傷害 去換這些飛鏢騎兵 好 槍弩這邊一直在躲飛鏢跟火炮傷害 唉唷 這裡火炮砸到了幾發 好 炸了一發 又砸掉了一隻強奴 但是飛鏢騎兵一直扛著箭矢 好像快要扛不住 還好伊索比亞這裡沒有拇指環 射的有點歪 好 現在強奴的優勢開始出來了 直接硬點點掉兩台火炮 HERA這邊開始難打這些強奴了 不管是火炮還是飛鏢騎兵 遇到對手伊索比亞的強奴 都是有點難受的狀態 攻擊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ACCM不知道有沒有發現自己沒有點到彈道學 但是開始用自己的火炮 反擊巨型投射機回去 全部的巨型投射機都倒下了 HERA這邊開始有點劣勢 緬甸打強奴 可能還是要轉個重裝騎士或大洛馬 才能有機會了 不然還是要轉大象呢 好 這邊HERA是決定要轉洛馬 待會銀罐技術要記得點喔 銀罐技術點下之後 弱馬打工兵才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現在緬甸人遇到這個情況 不可能再用飛鏢騎兵繼續打下去了 現在飛鏢騎兵只能當作後排輸出 沒有辦法當成阻力了 在強奴的面前 飛鏢騎兵就會變得有點無力了 銀罐馬上不下 還有30秒的時間 現在HERA這邊的塔法是3TC 然後村民來到131村 ACCN這邊果然是達到150村戰術喔 為什麼都是150村戰術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經濟力量 才可以支撐自己不斷兵 一直往前壓 而且潘克技的死也會自己 會比較有利一些些 所以伊索比亞人這邊打150村戰術 是完全的理解 而且是一個常規戰術 那HERA這邊村民術只到了128村 經濟量並不是到非常好 現在很多人口 還沒有到200人口 所以其實村民術還可以再繼續按的 但HERA這邊是忙著在控兵 似乎沒有時間去調配自己的經濟了 這裡的洛馬數量可能要趕快噴出來 大洛馬還沒有升級完嗎 這根城堡有點難受 這裡的強奴開始射得很開心 城堡現在才75% 下方挖石礦的村民過來 幫忙蓋一下城堡 這裡再拉一些村民過來 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槍直接被逼退 但最後HERA死了非常多村民喔 大約花到10村左右 這時候伊索比亞人點下了金冠 牛力彈射器 牛力彈射器點下之後 火炮的弱點傷害範圍喔 會變得有點像流彈炮的感覺一樣 而且這個是不包括只有火炮而已喔 這個巨型投石機 還有這個投石車 還有衝車 都可以吃到牛力彈射器的效果 甚至弱炮也行喔 所以伊索比亞人現在的火炮的 打擊範圍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這裡HERA點下了所推車 開始轉洛馬 火炮預判一下 打到了強武 洛馬已經開始準備往前 阿洛馬升級 還沒有上去 但是要準備衝了 火炮這裡先直接反擊火炮回去 好 前方補了更多的軍營 伊索比亞人 可能是要來轉槍兵的 好 看到這麼多洛馬 ACCN有所提防 好 打羅馬升級上去 HERA這邊再找機會 來個萬歲衝鋒 好 火炮直接打掉生女 急兵升上去 還有步兵鎧甲 30秒時間 好 HERA這邊防止要趕快繼續補 5 好 HERA三級射 三級攻 三級射都已經點好了 現在只剩下步兵單位沒有點 那以緬甸人現在這個情況來打的話 如果對方出槍兵自己也出槍兵的話 傷害力會比對方槍兵傷害還要更高一點 所以現在HERA看到對方有槍兵的情況下 不是要轉飛鏢騎兵 就是要轉劍兵勇師 或者是槍兵了 所以待會步兵科技也會投資一下 也說不定 好 這裡火炮預判沒有成功 兩邊都是打一個極限預判 這個血量有點危險啊 好 伊索比亞人這裡火炮繼續再量產 一級攻也點下了 好 現在大羅馬是沒有辦法打贏 ACCN這邊的配兵組成 看到沒有打個多線 唉唷 這裡有打多線 看到了 哎呀 從下面開始溜進去 ACCN應該沒有想到 我家下面居然有洞 那就是拿到下方 海域優勢的優點嗎 好 完了 完了 這邊的話雖然打不贏 ACCN的配兵 但是打多線的話就可以打得贏 好 結果洛馬還是衝到了後方 對著火炮一陣輸出 抓掉了一台火炮 好 那這裡火炮盡可能拿下來 ACCN才有可能會打出投降 哇 現在家裡有非常多洛馬在亂竄 Ara這一波大洛馬爆 好像能抓到一些村民 村民處下降的有點多 只剩下131村 Ara這邊村民處補到了133村 好 正面槍兵開始往前戳 但是又轉出了一些飛鏢 這些飛鏢應該是拿來打槍兵的 因為現在安息人戰術 連緬甸人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打飛鏢 打槍兵是沒問題的 然後後方那個強弩還是有點麻煩 好 這裡趕快上前去硬抓 正面的飛鏢打強弩很快 好 直接點掉火炮 裂錶起兵又再次打出自己的身價 無雙推進 好 後方這裡應該是守住了 暫時有城堡的地方 還是能解掉這些大洛馬 Ara這一波打多線 讓ACCN正面突然瓦解 沒有辦法有太多心事在前線 直接打到對方的一個封窗旗 反推一波 好 這裡火炮一打 好 再補一發 好 這一波進來 大洛馬直接無視槍兵 走了進去 現在ACCN的槍兵 防護力跟攻擊力都還沒有提升完畢 ACCN可能還要再補一些農田會比較好 好 那Hera這裡是把 敵人家裡的魚船全部刪除掉了 現在要專心打前線了 但目前支援來說 ACCN的支援量是大於Hera這邊 Hera這邊要打贏的話 可能會有點困難喔 畢竟現在的配兵搭配 是很容易被克制住的狀態喔 好 那現在Hera一直想用火炮 好 反擊對方的火炮 還有這個後排遠程單位 現在看起來還有一段路要走的感覺 現在沒有辦法及時突進喔 好 上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快喔 這裡是想要補火炮阿 還是要補頭石車呢 那以阿拉伯單挑來說 頭石車在這個情況下 不太可能出現喔 雖然我覺得現在也不太可能出就是了 但是現在有牛力彈射器的情況下 或許或許 可能會成為關鍵單位也說不定了 好 但這裡火炮就沒有控好了 更不要說頭石車了 哇 這個火炮有點慘 一直被偷換 還有這邊的細節控制更好一些 ACCM這邊是後方有在做防守 但是 HERA這邊又再繼續過來殺老 這裡防守兩隻而已 好 結果先轉出頭石車的是HERA HERA這邊是先點下了中頭升級 沒想到有火炮的情況下 而且還是依索比亞的扭力彈射器 還敢出頭石車 這就是世界冠機嗎 哪來的勇氣 這個不知道 HERA這邊轉頭石車 是不是一件正確的選項 那現在HERA可能會打算自己用 弱馬去後面狂抓敵方村民 這邊用飛鏢騎兵加火炮 頭石車去壓制對方 的一個想法 火炮這邊有機會被點掉 但是強奴看到飛鏢往前 選擇不繼續硬A 飛鏢往前點掉了一些強奴 但強奴反擊 飛鏢騎兵速度也很快 現在這邊 正面有點打得太贏 火炮趕快撤 這裡有非常多的槍名直接出了上來 火炮三台 最終火了下來 現在索比亞 三台火炮還在努力的點 右邊這個城堡 最後應該是能夠守護住 左邊有更多的城堡 加上火炮 槍兵 正在往前推進 HERA這邊轉戰矛 雖然這邊轉戰矛確實能打 但是 緬甸人的戰矛兵 攻兵鎧甲 幾乎是有跟沒有一樣 這就微妙了 好 這裡有一波洛馬往後抓 但是被槍兵錯的數量差不多 這裡有火炮 依舊沒有被洛馬給抓掉 但是現在HERA已經不打正面 開S又再次BD 能BD多少次就BD多少次 但是ACCM這邊是沒有打算要理家裡的 要去往前進攻 現在前方的攻城機這麼多 不再繼續推進 有點可惜 ACCM家裡的著火 應該還是要按一些槍兵 趕快防守一下會好一些喔 好 那裡火炮中午要拆掉城堡 HERA這邊城堡最後還是掉了 那現在HERA的木頭已經來到6000多目 經濟有點爆炸 這面非常多的戰矛兵 開始打槍兵回去 看這根城堡一直在輸出 已經點掉非常多HERA的單位了 哇 點了11隻了 好 這裡的肉馬繼續騷擾喔 ACCM家裡的防守有點空虛 聰明處甚至不到110吋 整輪口現在才150輪口而已 現在HERA慢慢開始有機會反推囉 好 這裡戰毛直接手撕火炮 有機會拿得掉嗎 可以啊 這火炮還有兩台火炮活得下來 好 三台才對 好 這裡火炮再上次 再上去抓一下 但是肉馬還是無功折返 現在兩邊都一直在嘗試突破重圍 對 ACCM這邊突然被抓掉 又有再慢慢補上來 HERA這邊可能要繼續加強前線進攻 肉馬這邊可能要再多安一點 農田要撒更多才行喔 但是現在能撒農田地其實不多阿 這個寸土寸金的狀態阿 還是要補個漁船之類的 去補漁撒一萬好像可以考慮一下 好 這一次火炮終於被HERA給抓掉 最後一台火炮在後方 HERA這一次終於安心了 火炮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那正面的話我就有主動權 ACCM這裡是完全斷金了 現在家裡沒有一片黃金可以用 HERA這邊也用錦色的黃金 趕快去傳出火炮 現在達羅馬加上 毛兵 變成垃圾兵大戰 好 這裡火炮三台又慢慢量產出來了 這一台這三台火炮 HERA是有機會收得掉的嗎 按下下方 下方這裡好像沒有太多的事情 一樣是在打多線 但是現在HERA可能會全心進攻 旁邊的資源相當緊繃 這一把緬甸到底能不能打贏一手臂啊 都馬上前抓掉一台火炮 HERA這波弱馬還是做到的事情 最後城堡還是拿下 HERA拿下城堡之後還能再繼續推進嗎 還是這就是極限了呢 好 最後ACCM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HERA這邊多線進攻 雖然一直被擋下來 但是以城堡陣地戰來說 最後還是推進了伊索碧亞 這相當不容易啊 畢竟伊索碧亞的火炮範圍 落地範圍非常廣 最後用緬甸的火炮 加上洛馬跟戰狼兵 打伊索碧亞 屬實不易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緬甸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這一把應該是文明劣勢局 但是被HERA硬聲稱打贏了 這是相當厲害的一件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大家好 我們下集了 我們下集了 按下集了 現在 Тогда 很難了 阿